从头到尾,徐凤年都没有瞧见那名岩甲湖水师统领,下船以后,坐入一辆龙腰洲舰领军阵的马车,徐凤年撩起窗帘子,才看到一名不确定身份的舰撞校尉出现在船头,同乘一辆马车的徐北纸顺着放下的帘子收起视线,轻声道, 有一标岩甲湖骑兵护送我们前往茂龙北边的陆融城,正大光明走一路。徐凤年靠着车臂,膝上放有不知牛年马月才能再出鞘的春雷短刀,被有刹那的青鸟已经披甲混入骑队。 徐北纸缓缓说道,茂龙成为两莽南北对峙的一条新丰水岭,董卓撤出葫芦口后,没谁愿意去送死,只得黄宋蒲跟慕容女帝请了一道八百里夹急的折子,领兵增援。 柳归和杨元赞这两位大将军还在观望。 黄宋蒲权势已经不复当年,名义上是总长南朝四十万兵马的南院大王。 不说柳阳两位不用仰起鼻息,就连董卓六万亲兵也素来完全不服管。 黄宋蒲这回彻底拉下脸面,用取很多多年积攒下来的珍贵人情,才调动了九万惊奇。 在南朝做大将军就是如此为难,你不领兵,谁都愿意对你和和气气,把你当菩萨供奉起来。 只要有了兵权,背后就要戳你几两骨,恨不得你吃败仗,把老本都赔光。 这等劣根,都是春秋移民一并带来的。 这些年,黄帐北亭那边又有了男人不得为疆的说法,要不是慕容女帝强行压下,加上柳阳二人也不希望北人掺和男士,也都各自上了密折,总算没有拖南朝的后腿,否则恐怕黄宋蒲都没机会去跟你们北梁铁齐对峙。 徐凤年瞥见徐北纸手上有一卷书,拿过来一看,笑容古怪,徐北纸也是会心一笑,娓娓道来,龙虎山一个天师府年轻道士杜撰的老子画胡经,大概就是说当初道祖奇牛出关,仅留下三千言给徒子徒孙们,就西渡流沙,摇身一变成了佛祖。 立一取巧,文字倒是挺好的,说不定是那赵家天子赐号白莲先生亲自操刀润的色。 如今龙树圣僧缘迹,白衣僧人又没有出生,两禅寺闹哄轰乱成一团,宫中那帮清词真人们又远比和尚懂得互为引缘,加上并虎阳太岁久未露面。 我看这场起源于北莽的灭佛,反倒是你们黎阳王朝更加酷烈。 不说其他,各个州郡仅存疑似这项举措,就能让各大同州同郡的名寺来一场窝里横。 徐凤年平淡道,谁让佛门不像龙虎山那般跟天子同性, 谁让春秋战士忠世子纷纷逃产,人数远胜于顿黄老, 谁让黎阳王朝已经掌控大局,要开始大刀阔斧斩草除根。 再说了,如此一来,西域佛门密宗才能看到渗透中原的希望, 皇子赵凯持平过剑阁入高原,才能全身而退,建功而返。 如此一来,北梁北县有北莽压制,东县南县本就有顾建堂就不牵扯, 再加上一个跟朝廷眉来眼去的西域,就真是四面树敌了。 打蛇打七寸啊,北梁吃了个大闷亏, 可能我师父埋下的许多伏笔就要功亏一篑。 徐北指不去刨根问敌北梁关于退路的布局, 只是微笑问道,北梁会是一方西天净土。 徐凤年轻声摇头道,这个把柄实在太大, 徐霄也不太可能明着跟朝廷争锋相对, 最多对陶窜入境的僧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已是最大的庇护。 况且,一山难容二虎,北梁的庙再大, 也容不下两个和尚念经, 西域佛教势力算是彻底跟北梁断了线。 这兴许就是张巨鹿为何对灭佛仪式装聋作哑的原因, 恶名不丹,好处要拿。 只要能让北梁怎么不舒服, 这碧眼儿就怎么来? 你不问, 我倒是可以跟你透底, 西域和鼠照, 本来是我家好不容易倒腾出来的狡兔两窟, 这会儿就要少了一哭。 徐北纸皱眉道, 那私生子出身的赵凯能否成事? 还两说。 徐凤年还是摇头, 我第二次游历的时候跟他打过交道, 差点死在他手上, 阴得狠, 有他坐镇西域, 形同一位新藩王, 肯定会让北梁不痛快。 徐北纸笑意玩味道, 北梁出身的大黄门进兰亭, 不是你爹亲手提拔, 才得以进入京城为官吗? 怎么反咬一口? 他的那番器官死贱, 渐渐看似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可在我看来, 远比以往那些阁老重臣的痛哭流涕来得很辣, 如今虽说没了官职, 但是在庙堂上一鸣惊人, 朝野上下赞不绝口, 都有人喊他静青天了, 好像张巨鹿对其也有栽培之意, 严家在前, 做成了皇亲国妻, 进家在后, 不需要几年就可以在京城扎根, 你们北梁, 竟是一些养不熟白眼狼, 天天还都下场不错。 徐凤年瞥了一眼徐北纸, 冷笑道, 读书人嘛, 都想着报效朝廷, 你可曾听说, 有几位北梁老族转过头骂徐霄的。 徐北纸哑口无声, 徐凤年弯腰, 从脚边一个行囊里扒出一个漆盒, 装了颗石灰涂抹的头颅, 徐北纸默默挪了屁股, 缩在角落, 躲得远远的。 听羊皮球老头说过天门跻身陆地神仙, 如果是伪敬的话, 爬过天门就要爬挺久, 幸好李老头而没骗我。 天底下的纸旋高手屈指可数, 你这样的满静纸旋就更少了, 死得跟你这样憋屈的肯定更是凤毛麟角。 也不知道我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使出那样的一刀, 我想如果再来一次的话, 也许给我真正的纸旋境界, 也使不出来, 你真是运气不太好。 徐潇说过, 运气好也是实力的一种。 难怪你当年的手下败将邓茂成为天下识人之一, 而你却停滞在纸旋上十几年。 听着徐凤年跟一颗头颅的念叨, 徐北纸实在是扛不住, 脸色苍白捂着鼻子恳求道, 能不能盖上盒子。 徐凤年端起盒子往徐北纸那边一地, 吓得徐北纸撞向车壁。 徐北纸怒气冲冲道, 死者为大, 第五和好歹也是成名已久的江湖前辈, 你就不能别遭见人家的头颅了。 满头白发的徐凤年放下盒子, 继继续盯着那颗死不明目的脑袋牢牢叨叨, 虽说提兵山掌握了那么多柔软铁骑, 以后注定跟北梁是死敌, 但这会儿你我井水不犯河水, 大可以我带着自家丫鬟远走高飞, 你做你的将军和山主, 你倒好, 赶尽杀绝来了, 我不杀你杀水。 我这趟北莽炼刀, 一点一滴好不容易养出来的神意, 都毁在你手上了, 要不你活过来再让我砍一刀。 喂,是不是好汉, 是好汉就睁开眼, 给句明白话。 一旁徐北纸实在是受不了这个王八蛋徐柿子的叙道, 怒道, 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 徐凤年弯腰捧起盒子, 又往徐北纸眼前一伸, 来, 徐橘子, 跟第五河道生别。 徐北纸转过头, 一下子撞在车壁上, 连杀人的心思都有了。 徐凤年推上盖子, 重新装入布囊, 捧腹大笑。 徐北纸愤愤道, 很好玩。 徐凤年撇撇嘴道, 不好玩。 徐北纸压低嗓音, 怒其不争道, 你以后怎么世袭网替北梁王, 怎么跟那么多劲敌斗? 徐凤年横躺在宽敞车厢内, 翘起二郎腿, 轻声道, 走一步看一步, 要不然还能如何? 徐北纸恨不得手上一本书砸死这个被视同称作徐柿子的家伙, 只是无意间看见她的满头白发, 默然收手。 徐凤年坐起身, 掀起帘子, 朝披甲提枪的青鸟招了招手。 等青鸟百感交集一头雾水地靠近了, 徐凤年凶神恶煞, 一脸怒相, 要不是公子觉着你水灵, 身段好, 懂持家, 武艺还超群, 实在是找不着比你更好的姑娘, 更贴心的丫鬟, 在柔然山脉找他娘的撇下你跑路了。 回了北梁, 努力练习那四字绝, 以后结结实实宰杀几个纸玄境高手, 杀人之前千万别忘了说是本公子的大丫鬟, 记住了。 青鸟轻轻点头, 奄然一笑。 车厢内复归平静。 徐北纸看了几页, 一位傍佛的经书, 忍不住抬头问道, 你就这么对待所有下人。 徐凤年反问道, 你是上人。 徐北纸笑道, 我一介流民, 当然不是什么上人, 不过你是。 徐凤年躺下后, 望着顶板, 轻声道, 所以你永远不会明白 北梁三十万铁骑是怎么走到今天的。 不再理会徐北纸, 徐凤年哼过了那粗俗不堪的寻山曲, 又哼起一支无名小曲儿, 什么是好汉, 一刀砍了脑袋做尿壶, 什么是大侠, 可会猴子摘桃这等绝学, 什么是英雄, 身无分文时能变出一张大饼吗? 徐北纸大杀风景插嘴问道, 我能否问一句? 徐凤年停下哼唱, 点了点头。 徐北纸好奇问道, 你当下还有一品境界的实力吗? 徐凤年默然一笑, 这个不好说, 我呢, 有一部刀谱, 原先都是循序渐进, 学会了一朝翻一夜, 前段时候不小心直接跳至了尾页, 明明是刀谱, 最后一夜叫灵溪, 却是讲得剑道境界。 敢巧儿, 我身上养了十二柄飞剑, 离我三丈以外, 十丈以内, 只要不是指玄境界, 来一个我杀一个, 来一百个, 我还是能杀一百个。 徐北纸平静道, 厉害。 徐凤年转头纳闷道, 是夸我呢, 还是贬我? 徐北纸低头看书, 等他默然抬头, 徐凤年不知何时又捡起了盒子, 将那颗灰扑扑头颅展现在身前。 风雅纯儒的徐北纸也顾不得世子风流, 握紧那本书, 就是朝这个王八蛋一顿猛拍。 徐凤年笑着退回, 收好盒子布囊, 躺下后双手叠放做枕头, 徐橘子, 这个我帮你新取的绰号咋样? 徐北纸打赏了一个字, 滚。 徐凤年侧过身去帆布囊, 徐北纸赶紧正经微作, 然后一本正经点头道, 这个绰号, 甚好。 徐凤年伸出大拇指, 称赞道, 是大体, 直进退, 一看就是一流谋士。 徐橘子, 以后北凉称门面, 我看好你。 未完待续。